My Video的朋友你們好 我是湯生榮 是2049影集的總監製 歡迎收看 My Video的大明星看什麼 電影的話真的要挑出五部還蠻難的 我第一部要推薦的是 影響我蠻深的一部電影 這個是騎士勞斯基的三色系列 藍色 紅色跟白色 我覺得騎士勞斯基的電影裡面 充滿著人的宿命 但也不會失去人的溫暖 我很喜歡這樣的一個題材 而且它在呈現上面 還有它整個設計上面 跟音樂上面 它都有非常非常大的一種能量 讓你可以在中間得到一種救贖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部電影 展現出來的樣子 第二部要推薦的是 王家衛的花樣年華 然後還終於浮現的那個音樂Tempo 梁朝偉跟張曼玉的這個服裝跟造型身影 我就非常難忘 永遠永遠這個片子都不會在我的記憶腦海中走開 那個年代那個風貌 那個時代下的一些男懷女愛 是那麼的迷人 我覺得王家衛拍出了一個時代 也拍出了自己最厲害的風格這樣 第三要推薦的是一個泰國片 大狗蜜 它其實是蠻有環保意識的 可是這個導演用一個非常奇幻的手法 魔幻寫實的方式 說了一個很可愛的一個環保故事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片子裡面 這個主角他從鄉下到都市工作 進入一個罐頭工廠 然後開始他在都市的一種奇幻里程 導演的手法跟整個美學都 非常的可愛 然後我覺得看完你會覺得很舒服 接下來推薦的這個片子是 湯姆漢克的 《飛進未來》 這是一部非常可愛的片子 他想一個小朋友 他許了一個願 透過一個許願機 要變成大人 他真的變成大人了 結果他來到大人的世界 我們看見了大人的虛假 然後事故 然後自私 我覺得這個片子呢 某方面提醒了我們永遠保有同心 我們應該永遠跟這個世界 所有的事物呢 保有一種良善 很有啟發性 也很有趣 接下來推薦這部是一部韓國片子 叫做《追擊者》 那這是一部真實的社會事件改變的片子 然後這個導演非常厲害 他從說故事的方法 到選角 到演員的表現方法 完全沒有按照套路走 所以你是從開始到最後一路上 你是腦袋一直在轉圈圈 一直轉彎 然後你最後看到一個拍案叫絕 然後結構啊 節奏都是非常精彩 是一部非常有深度的爽片 對我來講 好我第一個要推薦的是 我製作的《誰是被害者》 因為我覺得這故事 在劇本的核心跟推演上面 我所看過全球的戲劇品 我沒有看到的一種方法 他的獨特感是來自於 很多戲都在找兇手 這個戲在找被害者 然後他把所有需要愛的這些自殺者 串聯起來 串聯起來的這個方法 反而是由一個女兒放線索 給他做這個見識官的這個父親 找到他 然後把這個雅士伯格陣的這個警察呢 重新找回自己對於生命的一種初衷跟愛 我覺得對我來講 裡面有很多的探討 每一集的節奏音樂 還有演員的表演 我都覺得是 我這近幾年來很喜歡的一個創作 所以很希望大家去找來看 接下來要推薦的是一部韓國的影集 叫《我的大叔》這樣 這片子是看到後來是哭到 不能自己的片子 我覺得可能是每個人都有一個心中的秘密 每個人都有一個關注的一個朋友 或者是每個人都有一種良善的心 那我覺得這個戲中的 這個大叔跟IU這個角色 他們的彼此關注 其實給我們很大的啟示 就是我們其實 即便是生活多苦 即便是我們遇到更多的問題 我們永遠要記得 我們還有能力 可以找到我們可以相呼應的人 還有能力去獻出你的愛這樣子 我覺得是我的韓劇第一名 然後我要推薦的是一個美劇 叫做《Scandal》 醜聞風暴 這是一部非常瘋狂的建議 他是講一個總統 他的地下情人是一個公關的頭 那這個公關的頭 在美國不管是在政治界 或是媒體界 或是公關界 是叱咤風雲 大家都怕他 但是他這個小team 專門在解決這些政治人物 或者是一些高官 或是明星的這些麻煩事 所以他的設計是這樣 可是他每一季的推動 每一個概念 在成為美劇的一個方法上面 非常非常的準確跟有趣 雖然他後面有一點爛尾 可是我覺得最好看的 那五季六季還是很值得大家來看 你們會看到所有美劇的方法 在一部戲裡面呈現 非常非常的經典 接下來我要推薦的是一個很老牌的戲 它叫做唐頓莊園 它是一部講英國二戰時期的一個家庭 他們貴族家庭 他們的一個事情 其實很瑣碎 但是他們在那個大時代 在一個古堡裡拍攝 然後把一些英國人的人情世故 把一些英國人在那個年代的一些狀態 我覺得做了很好的一個詮釋 他雖然有一點古典 可是你卻覺得他的拍攝手法跟美學 你會覺得很有風格 然後你會被那種 小人物跟小人物之間的這種相處 跟貴族跟小人物之間的愛情 跟那個年代的一些的狀態 有很好的理解 看這戲有一點有趣是說 他們的節奏非常快 他不會是因為這麼大的戲 他會慢慢演 給我們一個歧視說 其實導演可以透過很快的節奏 來說一個古典故事 我要推薦的最後一部片子 叫做《內政保鏢》 這其實也是英國的片子 我好像對英國的影集情有獨鍾 我本來要推薦另一位叫葉班經理 然後我覺得英國片 他們保有一種奇妙的紳士性格 或者是居景又充滿古典的一種風味 《內政保鏢》基本上是一個 很容易去找到的一個 所謂的行貞或是推理案 可是他故事簡單的不得了 但他把拍攝的張力 從第一集到第五集 他很緊密的扣住這個主角 我們看了這個主角在中間的 五集的各種危險跟狀況 一路跟著他到最後 沒有冷場 我覺得是近年來 我看了最喜歡的一部推理劇這樣子 那當然還有葉班經理 我要多講一部 葉班經理也是一個講一個 本來在旅館做經理人 後來他被英國的這個情報單位吸收 他開始展開了他的情報旅程 主要是這個導演的手法跟拍攝 非常非常的厲害 我覺得喜歡看技術類的 看美學類的 其實可以來看一下葉班經理 我很想要做的是關於大叔男性在這個社會上 被麻煩事被這個社會被這個世界 打得七零八落的故事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比較社會性的寫實故事類型 我覺得我會想要做這種故事 那因為我覺得台灣有很多種故事類型 那我們也最近也嘗試了非常非常多的題目 那對我來講我期待有一塊是 for 這個族群的目標來看的 我覺得台灣的所謂40歲的男性都非常辛苦 媽媽爸爸都已經年紀到了 然後還有小孩子可能要好逮捕 同時面對於商業的競爭 或是工作上的挑戰更多 這群人其實有值得被關注的必要 也許我會做這樣的一個戲這樣子 2049在 My Video 熱播中 請鎖定 My Video 點選收看 我們在文明的邊緣裡 探索心靈 都會中 山林間 拒絕地行的 原人是自己 這裡的錯誤 完美無瑕疵 這裡的幸福 暗藏著危機 這裡的法則 不包含邏輯 歡迎來到 人類與科技共融的 黃金時代 你去讓他們算命啊 我也不想相信啊 真正聰明的演算法 是要讓使用者絕對在操控一切 他讓你眼見回憑 你到底是誰 是誰派你來的 你幹嘛護著他啊 第幾次了 因為你根本不關心我 那你要不要想一想 我的重點是什麼 我就是一直在想 你想要什麼 才會搞得我現在什麼都不是 放手 你還不知道嗎 他沒有愛過 你沒有愛過我 你知道嗎 我 我這麼做 就 全部都是為了你 我只是要你 不要再幫我當成替代病 您的記憶備份已播放完畢 接下來為您預覽結果 提醒您 本預測僅供參考 將過去和未來 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あぁ 沒讀住 我相信認證 我們明不見 今天是 Joseph 祝 мор人 師爹